五年前丧夫的单亲妈妈苏林文化 她为了让三个孩子可以一圆柔道高手的梦 每天早上她都得在五点前就起床 在孩子到学校去练柔道 接着还要赶到葱油饼店去备料 一天的工作至少要18个小时 而孩子们当然也没妈妈失望 五年下来三个人夺得了超过50面的比赛奖牌 辛苦的苏林文化还被朋友封为金牌 来 葱油饼妈妈 在柔道馆里三个小孩认真地练习着 再难再累的动作他们也不觉得苦 妈妈也在一旁仔细地看着 兄妹三人练习或比赛 只要有时间妈妈一定陪着 大哥高二二哥国三 小妹小学五年级 三个孩子很争气 五年下来夺下国内大大小小柔道比赛 共有50面以上奖牌 几乎把家里墙面全挂满 五年前他们刚接触柔道时 爸爸握柄在床 孩子们努力练习拼命比赛 就是希望让与并魔对抗的父亲 一起分享他们的荣耀 不过还来不及看到他们夺下金牌 父亲就走了 家里的重担 全落在妈妈树林文华一个人的肩上 为了养家活口 树林文华在市区的巷子卖起了葱油饼 每天清晨把孩子送到学校后 就得开始忙着备料 三个小孩也十分贴心 只要放假 没训练的时候 就会到店里帮忙 哎哟 你在帮忙的哦 不论是拿材料 煎饼 涂酱料 装带都会分工合作 让许多客人看了都很感动 三个孩子在柔道比赛 评评夺牌 客人都称苏林文华金牌葱油饼妈妈 他的葱油饼好好吃 而且都很大块 里面料多 然后又很满足 吃的又很饱 他们家三个小朋友 有得过总统教育奖 也有在参加代表台东线去比赛 都有得到很好的成绩 其实很不好意思啊 因为金牌 如果叫金牌妈妈会有压力 并不是说每一次都会得金牌嘛 就得金牌妈妈是刚好他们兄弟 一起得金牌 算很难得 在狭小的店铺里工作 初恋模仿经常会被热油烫伤 让她的妈妈和小孩看得都很不舍 要忍着啊 对啊 烫到是很痛啊 因为植贝油烫到 上上二运动舞台 赚钱给她吃饱喝饱 睡饱 我比较喜欢来这边帮忙 因为在这边帮忙就感觉会蛮有成就感的 像有时候客人很多的时候 然后我跟妈妈一起把东西打包完给客人 这种心情很开心 虽然喜欢孩子陪伴身边 但树林文化更在意孩子的未来 希望孩子少来店里 把时间拿来练柔道和读书 有时间他们也是回来这里帮忙 就其实每一个工作细节他们都会 但是我还是希望在他们自己要学的 课业楼道上认真去做 毕竟这里的工作还是希望自己能去做就好了 只要是有重大比赛 从油饼店就会休息 树林文化陪着孩子南征北讨 就是要让他们知道 在场上奋战不用怕 妈妈一直都在身边 有时候我们常常一次比赛是好几天 那店里面也因为这样子没有做生意 那也是因为这样子 而让三个小孩都知道 在整个奋斗的过程 妈妈其实都是非常支持她 那这三个小孩其实也是很放心的 去追逐她自己的梦想 今年奥运好不容易有台湾选手进入大赛 虽然未能夺牌 但却大大鼓舞这些小选手们 三兄妹以立志未来在世界大赛夺牌 让母亲成为民主其实的金牌中国丙妈妈 民事记者云瀚台东报道